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华文新势力 我觉得韩儒博士 不小心说了一个大实话 也就是美国的战略企图 就是把台湾彻底的掏空 那要掏空台湾的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要壮大美国的半导体的 制造业的最后那一块版图 我没有感冒 就是最后的那块版图 也就是这个先进晶片的制程 因为美国不具备有这个能力 而且也不具备有台积电的这个良力 所以他一定要把台积电 搬到美国去 美国完成了 那蔡英文当局 也都完全配合美国 把台湾掏空了 那台湾后续的状况 会越来越不理想 那当然对一个 美国在台商会的投资者来说 这间接的已经影响到他的利益 而且他一个人可能代表的是很多的美商 或甚至其他的外商 对那也就是说如果美国 因为叶伦一直在提醒 叶伦这个是基于美国官员的立场 他们在做风险管控 他劝告美国的商人 因为一般来讲投资都不是短线的 尤其是企业的投资不会是短线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他已经在劝告他的商人 说你要做风险管控 也有可能五年两岸之间就发生了 统一的问题 也可能两年 也可能三年不一定 那你应该要先评估 评估完了以后 你再决定要不要投资 我已经散告 我已经散尽我的告知的职责了 那要不要做那是你 但是你一旦这样做责任你致负 这是美国官员 他们只做到这个部分 已经算完工了 那问题就在于 对于美国的企业家来说 他们会听进去的 因为他们认为 你有国家安全的资料 你有这个美国重大的情报的资料 所以你所评估的 应该是可靠而确实的 所以很有可能 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了 那既然不愿意投资的话 那外资进台湾的可能就下降了 那么他们进股市的 做短线的就会快 但是做企业实体能够创造 台湾就业率的就会下降 那在台商会的这一些人 他们的本身的发展就受到限制了 甚至他的总公司都想把它撤回去 那对于他来讲 他的利益就受损了 所以他是基于间接利益受损的人 他就提供 他就提出来说 你不能够这样做 但是你不能够这样做 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这样做了 所以他已经把蔡英文一直在骗台湾人的 那个大实话说出来了 那台积电不再是护台神山 因为真正最重要的制程搬走了以后 那台湾情况对美国人来讲就可有可无 一旦是如此的话 又不来投资又可有可无 那最终那当然就是两岸之间越来越靠近了 这个就是美国商会的一个评估 可是我觉得叶伦讲的一句话不对 地方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两岸紧张关系局势就是美国造成的 其实两岸关系会紧张 就是美国跟蔡英文当局造成的 你不要忘了马英九时代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马英九时代有九二共识 所以两岸之间好到不行的时候 请问一下外资拼面来台湾投资 因为把台湾当成一个摊头堡可以进大陆 所以我觉得今天两岸关系紧张 确实就是美国跟蔡英文当局 造成我们今天台湾的困局 搬走的不会只有台积电了 还有它上游整个系列 整个供应链 但是事实上可能连外商是不是都要相继出走 只因为觉得这里越来越不安定了呢 这是不是真的会是一个风向 不过我们刚刚谈到了美国财长叶伦 那现在美国拜登政府里面 还有另外一位女性的官员 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她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韩斌我们现在看到 雷蒙多现在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现在他在频频施压 之前其实他施压荷兰 后来又施压日本 而且说9号还打电话寻求协助 要跟日本联手打压中国大陆 研发高阶晶片的野心 结果彭博有一个报导是说呢 经不起美国的压力 所以日本跟荷兰原则上同意加入美国 会要加强对中国大陆出口 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的管制 荷兰跟日本真的会这样想不开吗 因为他们还是要着眼 他们自己这个国家的利益啊 那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要配合美国 但如此一来的话 那难不成接下来要小心的是 中国大陆的反制呢 韩兵 我觉得虽然荷兰跟日本都想要 抵抗住美国的压力 可是原则上他们应该是抵抗不了 你看荷兰一开始也是说 我们根本不要拽宁美国 还是要继续卖给中国大陆 对 可是阿斯莫尔后来还是屈服了 对啊 因为没办法美国的压力实在太大 那如果连荷兰都抵抗不住美国压力的话 那日本就更不用讲了 日本基本上就本来就是一个 几乎被美国控制的一个国家 所以当美国人对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他顶多只能拖一下子 他不可能拖太久 然后荷兰也同意的话 那日本更没有抵抗力了 何况日本 美国对日本也还不错啊 因为他把我们的台积电送给他了 雄本 对啊 而且还可能不几一个场 是 所以对日本来讲我还是有收获了 我对我的国民也有交代了 因为我换了一个台积电了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7nm 可能要在日本做 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对他们的政界来说我跟国民也有交代 那他虽然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可是这样看起来有利有弊 对日本来说他能选择的本来就不多了 所以即使他也知道这样会得罪中国大陆 但是他也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认为日本大概到最后也是会服从美国领导 持续会去做中国大陆采取一个压制的行动 问题是真的能够压制了了吗 能够压制多少年的问题 是啊 而且问题来了 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之前在谈的就是荷兰的ASMO 因为荷兰的ASMO 其实感受到的压力是最深的 这家荷兰半导体的制造商 那可是呢 后来呢 其实我们也看过类似的报导 就说其实呢 中国大陆就想说好吧 那你ASMO不卖给我的话 那我去找其他的企业 比方说有日本 那如果真的荷兰被掐住了脖子 那日本其实他有厂商可能在等着什么 等着拿中国大陆的订单呢 那结果现在是两个一起被掐着脖子 这是什么道理呢 那所以现在接下来要如何来发展 你说中国大陆现在他说 我可以针对美国的晶片 出口管制向WTO提申诉 提申诉真的就有用吗 那美国总是以模糊不清的国安 相关理由去打压竞争的对手 那么说美国经济保护主义 破坏贸易规则 对全球供应链构成了威胁 那现在中国大陆要采取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向WTO来申诉 那是不是真的能够压制住 包括美国 日本 荷兰 他们可能对中国大陆的压力呢 老师 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 这个WTO在做一个判决 就是说这个美国对于 在川普时期对一些国家的钢铁的输入 进行这个关税的一个材质 那经过这个多年的一些申诉跟努力 那终于WTO做了判决 美国这方面来违反WTO的一个规范 可是美国政府说 他们也无意改变目前的一个政府 美国根本不甩 对 就虽然是川普实际做的 拜登照说应该他可以就说 做一个切割嘛 而且就说川普算是保护主义比较强 可是看起来拜登政府为了要 这个保护自己国内的这些钢铁业者 争取他们的选票 因为总统选举 马上这个2024年要登场了 所以他也不敢取消这样的一个规范 所以看起来就是中国大陆像WTO做一个申诉呢 第一个他的这个申诉的过程来说的话 你先必须要经过60天的一个协商 那当然这方面来讲 或许你可以跟美国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 可是他并不确定 如果失败之后 当然你继续的一个上诉的申诉 当然美国现在也没有把这个 上诉的法官的这个 裁决官的名额补上去 所以也不容易旷日费时 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方面至少表示说 他进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做一些努力 同时也向这个全球糟糕来凸显 就是说你美国是自己带头 在破坏这个自由贸易的体制 违反WTO的规定 你美国自己口口声声的讲说 必须要建立在以规则 为导向的一个国际秩序 但是你碰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你却是带头违反这样一个规则 他都每次都讲国安 都是因为威胁到国安 但是国安这基本上 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名词 而且是无限的一个上纲 那同时来讲 到底国安符合WTO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 你必须要一个清楚的一个标示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多管齐下了 他应该也知道这方面并不是那么有效 而且原水救不了近火 因为你整个这样的一个申诉跟裁决下来 就算是有也可能要经过这个一两年或几年的这个时间 但是他的晶片打击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他做这方面只是一个 他应该做的想要来表达这样的一个企图 事实上我觉得也让世界其他国家 看是不是能有响应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受到影响的并不是只有中国自己 你美国自己的厂商也受损了 也许他们心里也不见得愿意 那你日本跟荷兰的这个厂商 当然也更不见得愿意 所以大家也许心理上也暗示的希望 中国这样的一个诉求能够得到 这个WTO或其他整个国际舆论的一个支持 对美国施加压力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